在日前的新北市议会总质询当中 新北市议员刘哲章针对新店央北地区交通问题 希望市府有关单位能够多加重视 并且想办法解决目前拥塞的状况 他指出由于央北建案陆续完工 未来甚至还会再新增约50栋住宅 约有2万人进住 但现在已经呈现每天上下班塞塞塞的情况 因为央北重化区的住户越来越多 造成他们早上要上下班是非常非常困难的 那我常常也在早上的时候去走这条路 那真的是非常塞 特别是高速公路也塞 水源也塞 所以我们必须要想到一个办法 就是说我们既然知道未来有这么多的住户会进住 那我们的配套措施在哪里 新北市议员刘哲章强调 在上下班尖峰时间 阳北周边两条主要领外道路 都可以看到塞车长龙 显见现在的交通动线已经无法应付 建议可以打通14张路到环河路 来分散车流让交通更顺畅 我们这边还有一条很重要的道路叫什么 叫14张路 这14张路目前只能左转西原路跟右转西原路 但它没有办法直接打通到环河路去 是不是能够把这条14张路打通 让它去接环河路 都有这个道路可以疏通 对此新北市长侯友宜回应 的确央北开发之后 人口和车辆都大幅增加 未来14张核定以后 整体开发规划上会将14张路扩宽 甚至是否要将环河路一并打通 都会纳入评估考量 我们在整体开发过程当中 14张的路一定要扩宽 然后如何去衔接接引系统 未来是不是要把环河路也一起一并打通 衔接过去 其实都可以一并思考的 所以我在14张开发的过程当中 就会把您的交通状况 不然你14张还会带动更多人 当然了 所以一并也要解决我们央北这个问题 新北市交通局局长周明石表示 会再重新检讨央北周边道路系统 包括行人通道 大众捷运衔接等等 新北市议员刘哲章则表示 城市开发之际 交通配套要更完善 才能够让市民拥有一个 良好的生活品质与环境 记者杨邦友 张芳琪新北市采访报道